王媛媛 王媛媛 这是消失在江湖许久的雷神 出手了 这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王媛媛 明星般的回归 明星般的受雷 折指自己 那个雷王他又回来了 一条直线的站位 我不能理解 因为现在纯洁他拉到了北侧 其实蓝圈的梅花庄点位 是在这个马路的南侧 纯洁马上要站起来了 王媛媛被淘汰了 王媛媛还在 王媛媛淘汰了别人 王媛媛淘汰了纯洁之后 看看EV1的battle 谁将是最后的胜者 王媛媛 八个淘汰 时间赶过来去帮忙 来看一下雪玉的这一局 一秒在空中 我的天哪 雪玉 正面的弹血 能打过吗 魏无线 想打一个反手 他非常的聪明 如果能够反手 秒掉魏无线 他还是有机会的 三打一 微笑 踩在了石头边 直接被抓了一个背身 没有任何的问题 4M 拿下了地场沙漠地主的胜利 是的 那场上的局势 重新回到一个军事的局面 虽然说AG占据人数上的优势 但只要没花装没出 谁优势还不一定呢 不过君墨倒地了 三足鼎立 一足崩塌 那这样的话 两足恐怕难以支撑天下 球队的位置被锁定 天宇非常的主动 再加上舒寒的火力 引爆再具 淘汰了球球 本场比赛韩王 也拿到了五个淘汰 已经拉到了天霸的头顶 鲁玉这里被双方的交叉枪线 给带走 微笑 一辆车直接碾倒了羽界 那现在顾橘虽然说 扫下来了微笑 但是他面临的还有体坛两名队员 说这个位置 在一个树的旁边 顾橘知道他发现了 直接要自信地跟他对枪 好 又两枪头放倒了哈 最后只剩下凯旋一个人 又是一枪头 顾橘虽这个时候 一颗火 看一下这颗火的位置 直接封到了树的旁边 但是没有砸到凯旋的身上 顾橘虽 差一点点的 但是扎倒了居民 那么就只剩下的那个男人 帕尔博到底能不能顶住这一点 有机会 我也没打倒一个散兵 再打一个 漂亮 关键时刻给到了散兵一线 转机 这个时候眼前的分数也都能补掉 会选择轻下 十二宫这一遍 帕尔博拿下低 十个淘汰 看一看TC吧 来了 经典扔了一个火 莫属 但是经典只有莫属一个人 那还不好说 但第一时间驾倒了像素 近脚步 侧面王媛媛封着一颗火 这是她最得意的投掷物 但是被远点的赤埃放倒了 现在只剩下阿兰一个人 阿兰能不能提起废物的精神 海六果然出枪 阿兰先拿一个 切换着这个子弹 先打个药 听一听对方的动静 如果对方是两个人 跳出来了 一个从天而降的黄色 TC 本周的分数止不于一百一十九 已经听到了纯洁的位置 帅哥跟九九 甚至也不想再等自己的队友了 来吧 直接正面对抗 我觉得现在 其实手雷也不需要扔了 直接四个人大脚不干拉他 你看帅狗已经拉过来了 现在能不能先打一个 但是被打倒 虽然被打倒 但是没有关系 还有队友 纯洁 啊啊啊啊 啊啊 哦 没有问题 恭喜修南莫获得第三周的秋冠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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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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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